母亲节前夕 国民党黄复兴黄荣华支党部的副主委邮昭仁来到了玉里地区 代表主委颁发模范母亲当选证书并且披挂彩带也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 中国国民党黄复兴黄荣华支党部副主委邮昭仁特地来到玉里 更是代表主委颁发模范母亲当选证书跟披彩带 这位妈妈杨丘兰是一位聋哑人士虽然言语上沟通障碍 四个子女都在爱的家庭成长也都非常感谢母亲的爱 能够在社会站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所以在母亲家节中我们特别来给杨妈妈祝福 张万元与七区干部一行人还有同样身为母亲的副议长潘岳霞 都来到模范母亲当选人家中亲自祝贺模范母亲 最后也致赠黄荣华支党部的模范母亲当选人礼物 让妈妈度过难忘的母亲节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